我非常高兴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接到业部长的电话 告诉我这次就是在一周之前 这个第一银行的ATM的这个盗领的这个国际诈骗的案件呢 已经宣布是侦破了 那么这个振奋的消息 我想是不只是我个人感到高兴 相信呢我们全体的国民都为这次我们警方办案 这么有绩效 这样一个成就呢感到骄傲 不管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台铁的那个车厢的爆炸案 以及这一次的这个ATM的盗领案件 我们的警政署我们的警察同仁的表现 都是国际一流的 都是这样的让我们大众感到高兴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在社会大众都来针尖来报案 在很多ATM的现场呢 发生意状中呢 都主动的跟警方联系 这表示我们的警民合作也是一体的 那我也看到我们这次的破案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流程 是不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好 那么也是国际间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务必让我们的警察的工作的绩效 能够让社会感到尊敬 让社会感到骄傲 谢谢大家 首先颁发破案奖励金100万元 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李文章代表受奖 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共关系事警务证宋俊良 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冬奥派出所所长陈志达 警员郭永成 共同受奖 各颁发奖励金10万元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共关系事警务证宋俊良 我们下期再见